第八十六集 李小暖重重地点着头 郑重地答应着 老祖宗放心 但有一线喜迹 小暖必还古大人一个清白 给古大人 证了这身后之名 李老夫人 长长地出了口气 浑身松软着往后倒去 李小暖急忙扑过去 焦急的高声叫着孙嬷嬷 孙嬷嬷和主夜竹青等人 慌乱地扑进来 李老夫人气息急促着 只有出得起 却不见尽气 孙嬷嬷看着扑在床檐上 痛哭失声的李小暖 流着眼泪 推着主夜 急急地吩咐道 快去叫夫人和少爷 老祖宗不行了 要快 竹叶脚步裂窃着 随手托了个小丫头 奔了出去 不大会儿 周夫人和古霄 一前一后 衣饰凌乱地奔了进来 孙嬷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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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恼的李小暖 退到了床角边 周夫人和古霄 扑到床前 拉着气息凌乱 一息未散的李老夫人 放声大哭起来 孙嬷嬷 事意欲扣和竹青 照看李小暖 正要上前 周嬷嬷带着几个管事婆子 从外头奔了进来 孙嬷嬷顿住脚步 往后退了两步 陪在了李小暖身边 李老夫人气息一时急促 一时静地仿佛没了气息 突然长长地输出一口气来 眼睛也缓缓睁开了 周夫人忙推着鼓枭扑了过去 悲伤地叫喊着 母亲 母亲 你睁开眼睛 看看笑儿 你不能 就这么走了呀 古霄也大哭着喊着 老祖宗老祖宗 李老夫人眼神涣散着 仿佛没有聚焦地转过来 抬起手 无意识地抓了两下 含糊地呢喃着 连狱 连狱 戏 孙嬷 孙嬷 急忙扑到床头 取了只紫檀木匣子递到了李老夫人面前 李老夫人胡乱地指着 孙嬷嬷忙将匣子递给周夫人 急急地说道 这里是老祖宗给严丞相写的信 封在这匣子里 让少爷在热笑里赶紧成了妻 周夫人气不成声地接过匣子 李老夫人仿佛叹息般 长长地吐了口气 安然地闭上了眼睛 李小暖哭地软倒在床脚边 只觉得浓浓的夜的寒气 从四面八方涌进来 裹着他 放肆地穿过衣服 直直地渗进了骨子里 这个世上 最疼他 知他 也是他唯一可以商量 可以依靠的人 去了 周嬷嬷忙碌地张罗着 急急地命人将李老夫人抬到榻上 连榻抬到了隔壁的正堂 孙嬷嬷推着骨枭 暂时远离着李老夫人 竹青竹叶帮着周夫人和李小暖 急急地给李老夫人换了寿衣 在口鼻上盖了一小块新棉花 周嬷嬷和几个年老嬷嬷 已经在地上铺好了席乳 几个人抬着李老夫人放到席乳上 盖上金被 用一根银块 弃了尺 周嬷嬷拿着李老夫人换下的衣服 急不出去 交给了等在外头的婆子 婆子抱着衣服 沿着梯子 匆匆爬到正屋屋极北面 连声叫了三声 鼓里是腹 又匆匆下来将衣服递给等在门口的周嬷嬷 周嬷嬷抱着衣服 奔进屋里将衣服盖在李老夫人身上 孙嬷嬷松开手放了古霄进屋 丫头婆子进进出出地忙碌着 事后这周夫人 古霄和李小暖 出下三环首饰 散了头发 换了束缚 周嬷嬷指挥着小丫头 在李老夫人身边 放了几个极大的薅草蒲团 李小暖被孙嬷嬷扶着 麻木地跌坐在李老夫人脚边的蒲团上 呆呆地看着仿佛睡着了的李老夫人 一时不知身在何处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 郑继宇就陪着古云欢 一路枯进了明远堂 郑继宇送古云欢到明远堂正院门口 就转身出来 到外头迎着郑宁侯和城府大管事平安 一起商量了 郑继宇担了护丧 郑宁侯做了主兵 平安为相礼 忙起了派发复告 设围堂 准备失床 等等规矩严苛的琐事 李老夫人的丧事早有准备 以应务时都是起备的 天色大亮时 围堂已经准备妥当 郑宁侯指挥着众人 乘了席礼 设了殿 古霄跪到了席床东边 挨挨痛哭着 李小暖和古云欢 扶着哭得声音嘶哑的周夫人 跪到了席床西边的白色粗不为慢后 一片痛哭声中 郑宁侯主持着给李老夫人含了饭 治好魂膊 外头各府得了信 前来哭掉的人已经陆陆续续进了府 古霄由郑继宇搀扶着 到大门口接了汝南王 严丞相等几个年长未尊者 进来成了礼 气不能言地送到了大门外 其他相熟或不相熟的人家 因尚未承服 皆由郑继宇迎来送王 隔天小恋大恋礼后 按礼承服 李小暖拙了斩衰重孝 却被周夫人和古云欢等人委婉劝着 无论如何也不许她如此重孝 汝南王妃也请了王府里 专丝礼仪的婆子过来 帮着古家众人承服 对李小暖更是连服都不让她拙 就李老夫人的娘家侄孙女来说 她也没什么服可以穿 孙嬷嬷悄劝着李小暖 老祖宗哪 想来不在意这些规矩套套 姑娘要孝敬呀 也不在这丧福不丧福上头 姑娘跟老祖宗 比亲祖孙还要亲 姑娘知道 老祖宗也知道 李小暖垂着泪 点头答应着 勉强拙了司马丧福 成福当天 皇上且了那时上门调研 那时走后 古家这丧礼热闹得不堪起来 上门调研的人咒然增多 原来调研过的 这个来了 那个也再过来一趟 镇宁侯郑继宇和平安 只忙得脚步连地 连口茶都顾不上喝 只忙了六七天 将李老夫人的官国 寄到福音寺后 人都瘦了一圈 古云山在李老夫人 官国送到福音寺前几日 带着孩子 风尘仆仆地赶回了京城 李老夫人官国送到福音寺后 古云山拉着古云欢 陪着李小暖在福音寺 又住了两三天 才回到了城里古府 李小暖沉默异常 只每天到设在明远堂的灵堂里 祭拜侍候李老夫人 其余的事竟是一概 不闻不问 李老夫人临走前 写了书信给严丞相 希望能让古霄和严家大小姐 在热丧里成亲 严丞相自是求之不得 严家大小姐今年已经十七岁了 若再等三年孝妻 实在是等不得了 周夫人送完李老夫人的官国 就遣人将信送到了严家 匆匆择了八月初六的吉日 李小暖的婚期 原已定在了八月初九 这两个月里头 要准备一举一架 两场都马虎不得的 婚礼中无数的琐碎事 古霄成亲的新居都还没有完工 周夫人一时及的头晕脑胀 古云山写了信给金智阳 留在京城 要帮着忙好这两场大事 再返回金智阳任上 古云欢也禀了婆婆 几乎天天一大早就过来 和古云山一起 忙着古霄娶妻 李小暖出嫁 这两件大事 七月中 周景然和乘客办完了差事 日夜兼程赶回京城 早上进宫交了差事 在车里换了束缚 就从宫里 直接去古府调研 两人在古府门前下了车 古霄迎了出去 引着两人 往明远堂 灵堂走去 周景然和乘客燃了香 恭敬地祭拜了 乘客转着头 打亮着灵堂 看着垂手势力在灵堂 西边角落里的孙嬷嬷 顿了顿走到孙嬷嬷嬷嬷地问道 你们姑娘 还在这院里住着 孙嬷嬷恭敬地屈了屈膝 低声答应着 是 周景然微笑着看着乘客 轻轻摇了摇头 转头看着古霄 温和地说道 小客和李老夫人感情深厚 前些日子听说老夫人没了 伤心得不能自已 哎呀 咱们起到外头等等了 让她也多多尽尽心 古霄神情复杂地看着乘客 有些萧索地点头答应着 引着周景然出了正乌灵堂 周景然站在院子里 摇着折扇慢慢欣赏着 满怨怒放的各色花卉 乘客背着手 听着两人出了屋 转头看着孙嬷嬷 低声问道 哎 小暖姑娘可还好 回也 姑娘很好 孙嬷嬷恭敬地屈膝打道 乘客眉头微微拧着 呆了片刻 垂着眼皮吩咐道 我要静静小暖 有话要和她说 是 请爷稍后 奴婢去请姑娘示下 孙嬷嬷毫不迟疑地硬撑着 乘客有些意外地看着孙嬷嬷 脸上浮出浓浓的喜色来 孙嬷嬷半垂着头 微微拱着身子 小心地退到了灵堂后 片刻功夫 孙嬷嬷嬷转出来 恭敬地屈膝禀报道 回爷 姑娘说了 这会儿出来见爷呀 不合适 也失了礼数 也有什么话呀 就让奴婢转告进去吧 乘客拧着眉头 紧紧抿嘴呆了片刻 才闷闷地哼了一声 从灵堂旁的尾曼上 收回目光 看着孙嬷嬷问道 姑娘的嫁妆 可都准备妥当了 还少不少什么东西呀 回爷 都妥当了 你去问问你们姑娘 乘客不耐烦起来 竖着眉梢训斥道 孙嬷嬷垂着眼帘 恭紧地屈膝答应着 转身进去了 片刻功夫又转了出来回道 姑娘说 别的呀都妥当了 就是想再买出大些的宅院 留着往后啊 晚衣之绪 这宅院的事呢 姑娘想买个好些的 又不方便相看 就烦请爷呀 费心挑一挑 银子呀 姑娘已经放到亭云堂了 爷找帐房万先生 知取就是 乘客脸上泛起青色来 半上才跺了跺脚 闷声闷气地哼了一声 胡乱点头 爷知道了 孙嬷嬷垂手势力着 等着乘客发话 乘客盯着眼前厚厚的围蔓 恨不能在围蔓上穿出个洞来 待站了一会儿 乘客收回目光 看着孙嬷嬷 沉声吩咐道 好好侍候你家姑娘 若有什么事 不管大事小事都让人去报路 到王府 只说是明远堂过去的 没人敢拦着你 孙嬷嬷恭敬地屈膝答应着 乘客盯着为慢 待站了片刻 跺了跺脚 转身回去了 周景然回到府里 沉着脸 往正院大步走去 孟夫人陪着满脸笑容 微微有些忐忑地 接了周景然进去 接过小丫头 凤过来的茶 小心地凤了上去 周景然端坐在榻上 用手指点点榻击 示意孟夫人放下杯子 转头看着吴嬷嬷 冷冷地吩咐道 出去 吴嬷嬷脸色瞬间苍白起来 看了孟夫人一眼 垂头答应着 弓着身子 带着众丫头婆子 退了出去 孟夫人局促不安地站在榻前 努力想撑起些底气来 却无论如何 也不敢抬头去看周景然 周景然沉默着 盯着孟夫人看了半晌 声音清冷地说道 你自小也是读过书的 就不知道什么叫做 为父之德吗 爷的话 你也敢置之不理 谁给你的担子 这蛮府上下 可有谁敢把爷的话 当成耳旁风 孟夫人身子 微微有些抖动起来 强自镇定着 可可巴巴地解释道 爷 实在是 是 太 太急 切挡不住 那 那世子 周景然 眯着眼睛 目光阴冷地 看着孟夫人 孟夫人抬头 看了周景然一眼 慌张着 又急急地低下头 声音越来越低 世子 求得极 且 拦不住 周景然眼睛里 闪过丝恶然 半张着嘴 呆正正地 看着畏缩着 站在榻前 微微发着抖的 孟夫人 片刻 肩膀 撩落伤感地 搭了下来 又睁了半伤 突然是笑起来 摇着头 仿佛 自言自语地说道 只听人说过 如何蠢不可及 爷今天 可算是近招了 孟夫人 猛地抬起头 看向周景然 正迎着周景然 轻蔑郁闷的眼神 慌乱着 又急忙垂下头 两只手 死死地揪着帕子 周景然盯着她 看了半伤 伤感地 长长地 叹了口气 扬声叫了 吴嬷嬷进来 声音冷淡中 透着无奈地 吩咐道 你家夫人的事 大大小小 你并是清楚明白的 周景然 顿住话头 看着吴嬷嬷 吴嬷嬷胆怯地 看了眼孟夫人 迟疑着点点头 周景然 也不看孟夫人 只盯着吴嬷嬷 接着吩咐道 大约你家夫人 也听不进你的话去 你去孟国公府上 把你家国公 夫人请过来 好好教导 教导你家夫人 孟夫人猛地 抬头看着周景然 张了张嘴 周景然转头 扫了她一眼 冷冷地指住她 照理说 交妻训子 是我该做的 可惜我说的话 你半个字也没听懂 还是让你母亲来 叫她教导你 周景然 脸色阴郁着 沉默了片刻 接着说道 这福里的事 你也不用管了 好好读读书 静静心 想想去 孟夫人脸色惨白着 身子前后摇晃着 几乎站立不住 周景然也不看她 转头看着吴嬷嬷吩咐道 从今天起 福里的日常琐事 你和我房里的大丫头 念脸商量着处置 吴嬷嬷也惨白着一张脸 却半句话也不敢多说 只紧张恭敬地 屈膝答应着 周景然直起身子 下了踏 头也不回地 大步出了院子 回去自己的院子了 隔天 周景然百无聊赖地 半躺在花园的水阁里 手里抖着根鱼竿 有一下没一下地 胡乱甩来甩去地 钓着鱼 清平在水阁外 禀报着进来 长衣见了李禀报着 回爷 世子爷说他正忙着 一时呀没空过来 等他忙完了 再过来陪爷说话 周景然恼怒地 扔了手里的吊杆 转头看着清平问道 他忙什么呢 他有什么可忙的 回爷 世子爷正看着 人往青林院栽花种草 说这事儿极重要 走不开 清平认真地回道 周景然挑着煤烧 闷了半晌 背着手在水阁里转了几圈 抬脚往外走去 去汝南王府 我倒要看看 他忙的这是哪一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